美国航空客机才准备起飞 没想到轮胎的位置突然冒出白烟 原来是发生机轮爆胎事件 幸好机长当下紧急停飞才没有酿成伤亡发生 这段五月土耳其机场货机机比惊险着地的画面出示的也是波音飞机 算一算波音从一月舱门脱落事故后 就像得了机温一般 三月就曾传出轮胎掉落 四月再发生机翼冒烟 紧接着五月到七月也有爆胎或是轮胎掉落的相关事件 安全性再受到各界质疑 波音不止搬机 状况多多上个月才首航的星际飞机 返航地球之日也一言再言 这是因为太空船推进器故障 还有氦气外泄问题 两位受影响的太空人最惨恐怕一路滞留到八月 太空人有信心相关问题最终能得到解决 但地球上波音危机一波接一波 再有一名曾在波音工作三十年的吹哨者爆料 波音过去其实曾偷偷使用有缺陷的报备零件组装 这名吹哨者指控早从两千年初期开始就有高达五万个零件被安装在波音飞机上 好绕过平管产出更多飞机 这名吹哨者也拿出自己写给公司提出质疑的多份电邮 却屡屡遭到无事 直到2023年他被迫离职 波音因为各种负面新闻销售量大幅下滑 相比去年六月卖出了304架飞机 今年六月只出售了14架 当中包含11架货机 客机只有三架 销售下滑了高达95% 另外波音上半年飞机交付量也大不如前 只有175架 反观对手空中巴士多达323架 更惨的是波音六月其中一架出售给阿拉斯加航空的客机 其实是用来更换一月舱门掉落的客机 波音各种争议 没完没了 最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又发布紧急指令 要求对2600架波音737进行全面检查 理由是乘客氧气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 因为固定带问题失效 影响正常使用 波音上个月才坦诚 确实有吹哨者遭到解雇 这个月也针对2018-2019两起重大空难达成认罪协议 但上半年波音接连发生与零件相关的事故 信誉危机 持续拉上警报 点新闻 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